很多朋友是這樣的 但是變成偽娘 通常朋友就是自己 朋友就是你 但是因為偽娘我們通常都會覺得他們是比較 怎樣說呢? 不如你來說 就是比較什麼? 呃... 臭你? 又不是吧? 又不是啊 我們應該怎樣形容 代入是一個女性的角色 因為他們是... 嘩... 很難搏下去 不如你來說一下 作為一個偽娘 你作為一個偽娘有什麼? 通常是 本身自己 作為一個男性 就想 嘗試一下用女性的角度 或者是 嘗試一下他們的衣著 那些東西 是 那你這個 就是你喜歡穿女性的衣服 你收不到你的聲音 收不到嗎? 當然啦 那你覺得是天生 就是你很小時候就發覺有這種 就是喜歡穿偽娘 你是受到什麼啟發 譬如呢 有些我認識的朋友 就是他是 就是喜歡看漫畫 動漫 某種動漫之後 他就喜歡這件事 其實 都是... 都是... 不是啊 又是朋友 哈哈哈 其實都是動漫畫 那些 開始 對 你繼續說吧 你繼續說 交流吧 你跟阿藏交流多一點 哈哈哈 不是啊 但是... 那... 因為... 如果你... 如果你給我呢 如果你給我試 我通常就是... 第一次就不敢 就是通常是... 你有沒有有一個... 你笑什麼呢 黃昱達 你又叫我問 我...我不是真情佛白 現在 你怎麼了 那如果... 通常你第一次是... 譬如你自己第一次是怎樣試 可以這樣穿上街 或者是... 給別人看的 初期是... 由Cosplay開始的 嗯... 那... Cosplay的時候 就比較... 男性一點點的 嗯... 之後就... 不如試一下... 一些新的東西吧 試一下挑戰自己 看看可不可以... 轉做女裝 可不可以... 穿得出來 是OK的 別人不知道的 是... 那初期穿出來的反應是怎樣的 都OK的 OK嗎 不小心入了類似 真的... 真的嗎 不會被人趕的 哦... 麻煩你進去前面 試一下 很私心 我讓你聽我的槍 是試不到的 不要掃出來的 那些時候 一定是被人趕出來 就報警了 你被人趕出來 你被人吊出來 打吧 你古代為之要浸珠籠 就是你那款的大哥 什麼為之妖孽 哈哈 收容那張是... 收容那張是... 是... 逆服的 不是像偽娘的 我始終都搞不清楚 逆服和偽娘的界線 可不可以多說清楚一點 我相信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怎樣說呢 因為其實要看偽娘這件事 我們要由日本動漫作品裏面的偽娘開始看戲 是 即是他們有些 他們就會設定為 例如說被迫的 他們自己不想的 又或者是... 什麼叫被迫的 即是... 即是被迫的 即是這個動漫設定 是的 我也認識的 例如好像... 黑執事 我有看黑執事 那個男主人 經常都是因為要去查案 然後被迫著女服 去投入查案的事件 這個類型就是所謂的,我稱呼為被迫的類型 有些就可能是小時候有些 慘痛經歷,可能就要聚了莊 也是在說劇情 好笑好笑我這位政治目的要 看著世界政壇都找不到,沈旭暉都開不到這個題目,國際政治研究 但他們主要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喜歡女生 而不是一個同性戀的取向去穿女裝 這是藝良的其中一個主要分別 我引申另一個問題,你剛才說到由動漫的設定去出發 其實就是你在說動漫設定的出發 就是當你扮演的時候,你可能扮演不同類型的角色 或者是他們的狀態 但我應該怎樣去分裂COSPLAY和藝良呢? 還是其實是同一樣東西,只不過是COSPLAY分支呢? 其實它真的跟COSPLAY息息相關 我曾經遇到一個藝良的COSPLAY 它就這樣Define自己,它只是會COS一些藝良的角色 而它在現實中是不會作為藝良而穿女裝 但有一些COSPLAY員,他們平時都不介意穿女裝 那些就是現實中的藝良 現實中的藝良 COSPLAY一個藝良的時候,它就是... 很複雜的,因為有幾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你COSPLAY一個藝良的意思就是 可能在漫畫裡面的角色,例如剛才說黑汁士 它的角色本身就是藝良,你去COSPLAY那個藝良 又或者是你去COSPLAY一個女性的角色,我們就知道是一個藝良 COSPLAY一個女性的角色,它就是一個... 藝良COSPLAY 藝良COSPLAY,哦 那如果COSPLAY一個角色是藝良,那些叫什麼? 就是COSPLAY藝良 那些就是COSPLAY藝良 那些就是COSPLAY藝良 即是很深喔,這個考試都不懂 即是有分...再說一次 COSPLAY一個藝良的角色就叫做藝良COSPLAY 這些Times其實不重要 不,重要,我們是文化研究 因為香港中國人,因為香港人很大分別 遲些中庭要做的研究究竟你是COSPLAY藝良還是藝良COSPLAY 原來是兩個概念 不,我先弄清楚 如果那個角色是藝良,你COSPLAY那個角色 那個就是一個... COSPLAY一個藝良 COSPLAY藝良的COSPLAY COSPLAY藝良的COSPLAY 那如果你去COSPLAY一個女性角色,那個就是藝良COSPLAY 可以這麼說 那如果她去裝藝良的打扮,而那個不是任何角色 那那個又為了... 就是一個藝良 那那個就是一個藝良 哦 哎呀,我好學到東西啊 哎呀,我看蘇莉繼續有一點頭痛 我覺得我好學到東西啊 我想知道香港那個... 即是我們集中的藝良的圈子 是怎樣的 是他們會... 加入 不是,加入 即是是不是有一個圈子 因為我認識一個朋友,她是Lolita 她有自己Lolita的圈子 譬如她經常會有朋友出來拍照 你跟我說妹妹是嗎 你妹妹那些,雖然你妹妹現在很喜歡跟我chat 但是我都不認識,我都不認識她 我不知怎樣定義她 那...對,你們的圈子平日會有什麼活動 或者是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因為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突然間她會認識到那麼多Lolita 是啊 嗯,因為你在街上會見到她 咦,你這樣穿,大家都是朋友 會上去打招呼 我覺得Solo這個問題很奇怪 普通人問你為何你認識這麼多政治相關的人 你們幾個怎麼認識 我跟他是同學 不同班的同學 他是士兵系 而我就是陶瓷系 然後他又發覺你的陶瓷有這麼多偉良 你拍的照片 那又沒有 沒有這樣的 這個題目是去年才開出來的 而阿壯呢 他就是玩Cosplay的時候認識的 Cosplay的時候認識的 但是香港那個活動 就是藝良 是不是有特定活動的 沒有的 沒有 沒有藝良制那些 暫時沒有 我想主要都是在CW 就是同人志活動 有了一些Cosplay Cosplay裡面有了一些藝良Cosplay 就是一起 就經常見面 就握手 做Fan 這樣主要為 即是立方正 立方正說 只握手就知道 自己人 是不是玩這些 對 通常都是一些動漫活動裡面的 結識的朋友 嗯 但是呢 今次你們搞這個展覽 又不是一些動漫意味很重的展覽 嗯 其實今次這個展覽 有沒有特定的目標 或者是想把藝良這種文化 大介紹給另外的受眾知道呢 有沒有這樣的意圖呢 其實我沒有開到我 topic這麼大的 是 就是我為什麼會決定做這個展覽呢 主要就是因為 我本身都有玩Cosplay 和畫同人志 嗯 其實近幾年就發現到 越來越多的藝良出現了在這個Cosplay圈那裡 我覺得這個狀況挺有趣的 而且我做作品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跟動漫畫有關 於是我就 決定去開一個 topic 是跟Cosplay有關的 嗯 然後我在研究Cosplay的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藝良可能被更加適合去講我要講的東西 嗯 也就是把一個二次元的文化轉化去三次元 嗯 的時候所發生的那個過程 嗯 這個是我的潛台詞來的 你想探討些什麼呢 在這些 這些 那我要讀稿了 對 給你讀稿 你想展現些什麼 命題 命題 就要由Cosplay那邊開始講起 好 因為我覺得Cosplay其實就是把二次元的東西轉去三次元 是 而你拍照的時候反而會把三次元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不是說物理學的現象 我明白 不是說霍金那些 不是 次元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是在動漫界裡面經常用了Terms 對 即是二次元三次元 即是2D 3D 即是平面 幻想作品和現實 現實世界 而Cosplay其實是被稱為2.5次元 2.5次元 解乎真實 解乎於中間的那樣東西 是的 那我就在想 因為其實動漫畫本身都是把三次元的東西 變成二次元的東西 嗯 把三次元的取材變成二次元的媒介去表達 對 你這個意思 沒錯 即是如果把它再反過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中間是少了些什麼又多了些什麼 嗯 其實我覺得很好奇 很文化研究 當然 我是做藝術的 我是做藝術的 是的 所以其實當我發現 即是在研究的時候 我就發現藝良這個題目 是更加容易去說這件事 因為其實藝良是可以說是由現實中的逆服者來轉化成一個 藝良的角色 即是他是多了些東西少了些東西 例如說他可能會沒有那麼多性慾上面的 他可能會有那麼多性慾上面的需求 又或者他是多了很多故事背景 嗯 當這些藝良的角色再被人Cosplay出來的時候 他又會不會貼近這個現實中的逆服 又或者是會更加抽離於逆服這件事呢 嗯 是的 其實我就心裡想這些東西 但我不肯定那個展覽講不講得出來 只要看觀眾的反應 我們不如看看那些展覽的相片 我們有沒有展覽的相片 我們有沒有展覽的相片 這張展覽的相片 這是不是Wesley的 不是 這是一位同學叫陳京 Keng Chen K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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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英文名字叫做 Keng Chen Keng Chen的作品 這個是畫廊 其實是一條走廊 其實畫廊是一條走廊 藝術中心十樓 是不是十樓 十樓 十樓的一條走廊 其中一角 其中幾張相片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些展覽的圖 找一下有沒有展覽的圖 這個就是小四的作品 沒錯 他又放了一些裝置 有裝置味道 有一個人像的圖 其實那個是類似換衣公仔 那樣的 概念大概是這樣 其實就是 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生活 在這個社會裡 譬如我很喜歡做一個漫畫角色 又或者我真的很喜歡打扮成女生 這樣才算 但可能我的工作 或者家人 或者朋友 會對我給了一些框框 那個人就未必可以 經常很忠實地表現他自己 那我這個作品大概想說的就是 每一個人就好像那個 這個包包裡面的公仔 受很多外在的影響 就被控制去 什麼時候才可以表現自己 所以又做了一件這樣的裝置 那它裡面有很多格格 你給我看圖 那它旁邊你看到 除了畫面左邊的圖 外 右邊有個貨架 有個貨架 有很多包包 那些箱裡面其實是衣服 不同的衣服 怎樣說 剪 配搭 有部分是男裝衣 有女裝衣 有些是工作服 有Cosplay的衣服 那就是講他 即是同一個figure 在不同時候可能配不同的衣服 但是 他就 很多時候不是受自己控制 對 即是有些像13點的剪子活生 那些 他就放在那裡 那每一次 那些人都會去問 小四拿不拿得 那究竟拿不拿得 我沒有說拿得 沒有說不拿得 但是我每天會記錄他有沒有被人拿走 明白明白 這個也是一個展覽的一部分 沒錯 記錄有沒有人拿走 即是你考驗香港人的功德心 可能我貼上不被人拿 反而會被人拿 你下面有沒有放箱入錢 沒有 沒有 你放箱入錢 再看看其他展覽的作品 有些相片 有一張是黑色的 有些相片 給其中一些展覽出來的相片 大家看看 可以看看這個展覽是關於什麼 因為剛才那兩張就是一些文化向的內容 這個其中一個展品 這個就是 這個怎樣定性 有沒有特別的定性 有沒有一些術語 即是呂伯 呂伯是屬於什麼系統 它其實是在COSPLAY一個角色 就是叫做香港 香港 香港是什麼角色 香港是一個 香港儀人化之後的一個角色 而它COSPLAY版本就是 鋁博化的香港 鋁博化的香港 哇 香港鋁博化這件事 真是同生快 原來有這麼嚴重的社會意味 你是不是在裏面 其實是反映的意思 是說政府 即是說政府 這是政府 意思是政府 不是 不 exactly是說政府 其實很多時候是說歷史多些 歷史 都是做一個奉仁的角色 歷史奉仁的角色 歷史奉仁的角色 不過其實我相信 鋁博化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是 和大家的興趣有關 多於同歷史奉仁的 興趣即是怎樣 即是大家會喜歡鋁博 大家會喜歡香港 所以就會把鋁博和香港 放在一起 就是一件簡單的事 即是類似圖者 那樣 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再看看